春季真的补充营养的时候 不管大人孩子上班上学都压力大 还经常熬夜 今天花15块钱买了个猪肚 做了个窩室烧土条 全家人都好好补一补 做法很简单 新鲜的猪肚先加一大勺盐 一点白醋和一把面粉 把猪肚上面的粘液和意味都抓洗掉 就这样重复个两三次 再将猪肚翻过来 上面附着白色的肥油很轻 用剪刀慢慢剪干净 全部处理好后浓水下锅 倒一点高度白酒 大火煮开 拌个面继续煮两分钟后捞出来 用小刀将猪肚表面再刮一遍 特别是这块白色部分一定要刮干净 然后转着高压锅 加葱姜花椒 盖盖上气后压20分钟 压到熟透快都能插进去捞出来 自然放凉后切成这样的小条 在热锅放煮油 油热虾搭上几个葱姜片 炒香后倒入切好猪肚 开大火翻炒 炒出里面的水汽将猪肚炒香 然后倒入烧开的热水 加盐调个味 再来几颗白胡椒腻 盖盖用大火焖个6-8分钟 将左条彻底焖入味 这时候锅里的汤汁变得又浓又白 开盖就能闻到香气 再切一点青窝笋 下锅再继续焖个两分钟 焖到窝笋一段生 倒入红辣椒 再稍微收一收汁就出锅 猪肚软嫩可口 再加上窝笋的鲜 连吃菜带喝汤 太香了 但上桌无论老烧都爱吃 再加上窝笋的鲜